嗨大家好我從小廚 今天中午給我家孩子做了番茄肉醬意麵 就濃濃的番茄肉醬子搭配意麵攪合攪合 真的是茫屋飄香 家裡孩子愛吃意麵的強烈建議朋友們可以試做看看 不會讓你們失望的 首先準備4個番茄我們切十字花刀 加開水浸泡5分鐘給它剛好去皮 朋友們我買的這一塊肉是前腿肉 而且提前去皮了 直接給它洗乾淨先給它剁成小塊 現在豬肉就是又漲上去了 這個19塊錢一斤 然後我就這個總共是350克 接著再給它剁成肉末 好了像這樣子保留一點顆粒感 準備一個攪肉機加入半根葫蘿菇 然後半根洋蔥 因為村口沒有西芹 所以我就用這個芹菜代替了 朋友們在準備適量的大蒜 跟這種紅蔥頭 這個主要就是為了增香的 直接給它打碎不用 把精泡好的西芋士給它去皮 朋友們這個西芋士如果能買到翻沙的話 口感會更好 但是我們這邊好難買到 都是這種半成熟的感覺 再把番茄給它切成小塊 鍋裡面我們噴一些橄欖油 然後先把肉末拿去煸炒 朋友們這個肉末的話 一定要先把這個水分稍微給它煸乾一點 等一下吃起來的時候它才不會有那種腥味 像這樣中火炒四分中左右 大概九分炒乾了 我們加入兩瓶袋的米酒 去煸香 加入我們打好的尿頭 稍微把它炒香 然後把這個尿頭的香味炒出來了 我們接著下入西芋士 100克的番茄沙絲 先把它炒至汁水炒軟爛 做這個番茄肉漿麵一定要加一點這種沙絲 等一下顏色就會比較亮澤 比較紅潤 朋友們盡量用這個鏟子把番茄給它搗碎一點 把它的汁水給它弄出來 好了朋友們像這樣子 大部分的汁水已經炒出來了 開始調味 加一勺鹽 適量的黑胡椒 喜歡黑胡椒重的就可以多灑一點 最後來大勺白糖中和一下 先給它煮個半盆多 我們加入清水 燒開以後我們轉小火 然後蓋上蓋子給它燉個半個小時 番茄肉漿燉得差不多了 我們來煮意麵 加一勺鹽 然後適量的橄欖油 我們下入意麵煮個8分鐘左右 沒打開的時候就能聞到很香的味道了 我們加一點水澱粉給它勾一下芡 讓它變得濃稠一點 朋友們不誇張現在整個廚房 都是這一個番茄肉醬的味道 好濃郁啊 關火 燉好過後我們先給它放到旁邊 等一下就用來拌這個意大利麵 這個意麵判斷熟不熟 就是拿筷子這樣子輕鬆的這樣夾斷就可以了 關火 準備一個不沾鍋 我們加入意麵 然後再加入多一點的這種番茄肉醬 然後開小火給它翻拌 朋友們千萬不要為了省事 直接用這個意麵稍微拌一拌 一定要這樣子小火給它加熱 這樣子這個意麵就滿滿的就裹上這個肉醬了 朋友們如果家裡面的小孩子很喜歡吃這種意麵的 自己在家做這樣子 超級的香 關火很 在表面我們加入一勺番茄肉醬 更濃郁 來一點黑胡椒粒 勾芹碎 還有甘蠟糕粉 哇這肉椒麵絕了 跟我們自己之前買的那種差不多味道 一模一樣 我們看著它的配料表 那當然差不多八九個女士 好吃嗎 好吃 比那個培根奶油意麵更好吃 這個肉醬吧 嗯 那你更喜歡這個是嗎 對 絕大部分小朋友都喜歡這個 番茄意麵 對成年人也喜歡 美特 你們兩個挺喜歡吃意麵的 嗯 好愛吃 好吃嗎 寶貝 嗯好吃 嗯 想要吃辣椒 嗯 想要吃辣椒 嗯 想要吃辣椒 喔 酥喔 厲害 爸爸 嗯 點讚 點讚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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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一大份都快吃完了 對呀 姐姐也要快吃完了 我還要吃 我也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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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我就把那兩包意麵給他全部煮掉 嗯 再爸爸這還有那個番茄肉醬都還沒用完 嗯 慢慢吃哈 你們太愛吃這個肉醬麵了 嗯 媽媽做的怎麼樣啊 好吃 好吃 好酥 打幾分拉給我 嗯 點讚 點讚 無數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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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數千分 就吃完了 厲害 看見了 哇厲害 點個讚 媽媽可以點頭嗎 都可以嘛 鼓勵鼓勵都可以 好像蓋章一樣 姐姐也吃掉了 吃光了 哇 弟弟吃完了 姐姐看